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李郭威先生 Hello 大家好 Waygo 多谢你 因为我知道你刚刚在排完 其实是开了节奏 就是今天是礼拜一 就是前天 前晚开节奏 做了几场 两场 其实是前晚和昨天下午 因为我们的电影有两个节奏 其实是两个开展 两个开展 这是不道德的审判 是 是 是翻译剧来的 是 电影也做过 是 电影当时是波兰斯基道的 是 是赛哥里维花 是 斌基斯利 就是很粒粒星的 是很强劲 即是在那时博兰斯基道 都是粒粒星的 即是他那个导演是 麦尼克斯 曾克曼导做 做过的医生 Glade Glowse做过的女主角 又是Richard Jeffers做过的丈夫 真是粒粒星 都是粒粒星的 我想是因为那个剧本都很厉害的 所以吸引到那些全是星人 大星的 是 是 是 那你是看了出电影 还是舞台剧 或者剧本吸引到 都想做这个戏 电影的 其实是十几年前 有一次我走街 我很流行走街边 找那些便宜的 DVD看 即是没有人看的 都要看 街边看到一只 19元一只 叫做不度的的审判 是什么来不拿起售 因为是外国片 然后看到 是波兰斯基导演 然后就 赤歌利维花组 买了花剧去看看 结果我发觉 很厉害 那个剧本的气氛 各种东西都很厉害 又简单 三个人 我当时想 如果是舞台剧就很棒了 后来经过了一排 一排几次 即是很多年之后 有一次 《一年祭会》 在一堆旧书里面 在旧剧本里面 找到《Death Animator》 是这么熟的 原来就是那个 电影就是原装 有很多舞台剧 自从我看了 英文的舞台剧本之后 我很想做这个剧 因为我觉得 很厉害 那个剧本很厉害 但是一直都在等待机会 因为我需要一些 比较成熟一点的 但是香港 成熟一点的 比较好戏的语言 就不是那么多 很多次都在 香港话剧团里面 我当时还在《生日剧团》 《生日剧团》那些 通常都比较年轻 所以我要等机会去做 到去年就有一个机会 就推荐给华吉 你说等的可能是十年的意识 是的 是的 但是等到也好 等到 等到是 所以是很开心的 是的 那你导演这部剧的过程是怎样的 很辛苦 很久没试过这么辛苦 去拍一部剧 因为我也导演过不少的剧 我多次有种习惯 有种习惯就是 很多人都是一步一步一步 然后你这样做 然后你这样做 但是这部剧就有点不同 因为这部剧的剧法就是 表面上是随时空手的那种原意 就是抓了那个医生 究竟是不是那个医生 内容就是说那个女人 十多年前 因为政治理由 就是被独裁政府的秘密警察 抓了去虐待 强奸了他 然后独裁政府下台之后 民主政府上台 有一次在因缘祭会 他就认得到 车渠老公回来的医生 就是当年有份虐待他的医生 他抓了他 但是他凭他的记忆 就是凭他的声音 比如一些不是那么实的证据 就是指控那个医生 就是那个医生 其实是不是那个医生呢 到最后还没有人知 那个女人是否杀他 他应该想报复 抓了他来审判 作为一个私人审判 到最后他有没有杀到医生呢 也是不知道的 而那个老公 因为他是新政府一边的一个委员会 那个委员会就要调查 救独裁政府的时候的那些暴行 但是那些暴行要人死才行的 那他老婆就没有死到 所以就不关他事的 不关他老婆事的 所以他老婆才抓了医生 来私人的审判 但是 那个老公 在这个两难的局面里面 他怎么抉择呢 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最后那个老公 是离开了那家屋 剩下一个老婆和医生 是独裁的 那究竟那个老公为什么会离开呢 没有人知道 很多没有人知道的东西 还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排这部电影 我还有一半时间来谈 其实是和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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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这样 正是那个剧本 就是表现了一种人性的复杂 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说民主就民主 说什么就什么 有很多太多私人的感情 拉了下去的时候 有很多人性的所谓黑暗面 都会投出来的时候 但是他做出来的事 可能很逃亡 很冠亡逃亡 但是背后的理由可能是很逃亡 所以这些这样的两难 这些是与不是之间 是摸索了很久 其实是摸索了很多 而由于有这么多 可以让你 你们有选择 那你这个会不会和舞台剧 就是白露会的一个 或者是电影的一个取试是有不同的 白露会的一个 我不知道我試 увид 在剧本看了一张白露会的照片 和电影是很不同的 對 可能是因為瑟哥尼維花的關係 也可能是波蘭斯基的關係 也可能因為電影不可以這麼兩難 或者不可以這麼開放的關係 她好像是一個比較明確的結尾 而瑟哥尼維花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女主 做詞情的景點 但是在我這個版本就不是 因為這次是Castor陳許里 做那個女主角 她的質素是比較脆弱的 好像比較脆弱的 沒有電影裡面那麼厲害的 各個都有點不同 譬如老公和電影的老公也不同 其實去拍電影的時候也改過劇本 有些台詞甚至情景都會不同 因為就去拍電影不可以 就這樣一截屋就拍了 她會有些東西改了 有些演員 由於剛才我問過 有這麼多不同的不同的不同 他們一定要演得很準確 才能讓觀眾清晰 否則有很多很模糊 曖昧的事情 對 他們要很清楚自己 每一句話為何要這麼說 雖然她說出來的時候 還未必看到這個意思 但是她一定要知道 我們所謂的前台詞 我們所謂的下台詞 我們所謂的下台詞 她才可以做到那些東西出來 亦都是因為這麼複雜 和這麼多變 這個劇本 所以其中老公的角色 我就會找了兩個人做 和兩個演員都做 適應老公的角色 當然兩個演員會不同 其實兩個人 她拿著那些東西去做 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 因為她兩個人的質素很不同 所以就算她做同一件事都好 出來的效果都會不同 即不是排兩種不同的版本 我早期是想這樣 但因為這樣對老婆來說太辛苦了 對付兩個的老公會很辛苦 反而是應付一種老公 但這些總老公 有兩個人的感覺 給女孩 是 這樣就比較容易 亦都是 切合一些 這次選擇這兩個角色 做同一個角色的目的 即是 不會說 這個做中 這個做家 不是這樣的 因為人的質地 她站出來說一句說話 講同一句說話 得出來的效果都可能不同 這些分別來做那個老公那種兩難 因為這次我找了王維和辛偉強 兩個很好的演員 但兩個感覺很不同的演員 來做同一個角色 出來的效果是很有趣的 挺有趣的 現在是開了兩場 開了兩場 接下來 例如下星期 你會不會有些美調 會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要看 看一看觀眾的反應 是 有哪些他們懂得 有哪些他們懂得 有哪些他們懂得不到 或者有些什麼 是差一點點 因為通常我們入台都很趕 而且這次的台有些特別的 因為會 因為正正這個故事是講 有幾個觀點去看這件事 所以報警上也有幾個視點 變了很多技術上的東西 變得很趕 有些微調 又是開了一兩場 開始定了 再調整哪些 哪些時間 而他們都很願意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都很珍惜這次的機會 因為尤其是香港畫的團 比較少 能夠這麼集中 就是幾個人 很少的一個class 真是在演技上面 真是在電影上 通常畫的團 很多時候會做些大型的東西 就是那種去 那時候很多時候會 分駁了每個演員的時間 簡單來說就是 所以為何我喜歡排的戲 都是三、四個那種 是 剛才我之前和你聊天 你說你很喜歡這個戲 《導得地審判》 你喜歡得很厲害那種 喜歡得很厲害 我不知為何 可能是 因為我本身的人 是喜歡這種這麼戲劇 或者是這麼大是大非 這麼講求劇歷 講求人性的戲 很嚴重的戲 很認真的戲 因為我記得我 我畢業的時候 我是讀馬 很嚴重的 我最初玩戲劇的時候 都是讀一些方誕劇 我最記得 我的第一個戲就是讀卡茂 那個時候我是讀 《達尊》那些 翻譯到卡茂戲 然後 因為 做事 因為市場關係 很多時候 有些喜劇 有些不要太重心的戲 就一奏觀眾 但是這次 挺豁開去的 對我自己來說 豁開去的戲劇 我覺得 《華華喀全》都不做 應該可以做 這些戲劇 其他一輩子 更加會因為票房壓力 因為其他人 會很猶豫的做 就是 排這個戲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感覺是 很 我在導演的《華華喀》的時候 很痛快 那種痛快 是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 為何你浪費 一輩子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 你追求的就是這件事 就是那種感覺 是很痛的 但是也很快樂 是兩件事 兩件事 是痛快 是很痛的 因為很辛苦 就是面對那些事情 跟那些議員去分析 去進入那個角色 因為你跟議員一起進入那個角色 你才能感覺到很多東西 你每次排隊都要 進入那個女議員 說回十幾年前的 被人拖邪 你要進入那個老公的身份 去撇兩欄 你會同樣在經歷那個過程 那你就會很辛苦很痛 有精神分裂的 我們三個角色 導演是這樣的 沒辦法導演 也一定是這樣的 那種痛快 是 很多時候 我已經不記得了 這種感覺 做了這麼多年 導演 做了這麼多戲 所以 是 好人裝排隊都會哭 因為很少我 那種我沒有試過 哭不是說很感人 那種哭不是 感動那種 不是感動 那種情況 一隨隨打在你心口 那種 震撼 很難解釋那種感覺 我想觀眾看也未必會有的 可能是我自己很個人的情感 是 尤其是躲在 餐廳房間 那麼小的地方 做了這麼能力的事的時候 我會哭 不會哭 甚至先兩天開幕的時候 我看開場的術錄 我也忍不住會流眼 嗯 嗯 我不太知道 可能 可能我太入落 角色的世界 去看整件事 還有 因為 因為 這個戲也是我翻譯的 我是 就是翻譯的時候 我還是很小心 因為 那個戲發生在 北環發生在外國 他沒有說說一定是智利 但是 那個情況就很明顯不在香港 那變成我翻譯的時候 我選擇的是廣東話 又不可以泰國標 但是又要 好像有少許翻譯的味道 但是又不可以 像我們以前看翻譯劇 那種這麼不翻譯劇的味道 那當我 當我聽回我翻譯的那些頭詞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 好像是我小時候看電影 或者我最初接觸 因為我們以前 香港很多次看翻譯劇 最初接觸戲劇的那種感覺 會回來 那種感覺是 當你看到一個 不是自己賺自己 當你看到一個 好的翻譯劇本的時候 他不是那麼地道的 他的詞語 但是你會聽得很舒服 那種感覺是 我覺得現在很難的 我自己來說 很難聽得回這些詞語 可能對普通觀眾來說是沒有的 可能是我對這些東西的敏感 特別敏感 可能是個人的 很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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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東西來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會 譬如今次做十八場 這樣才算 那種感覺 我是真的想長長在這裏看 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試過 就算藝術那些 很開心很開心 看兩三場就OK 就定了 但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很想 每一晚都去看這件事發生 看觀眾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那種感覺 因為開了兩晚 兩天 觀眾都很投入 很安靜 因為我們的電影 兩個小時沒有離開 第一晚上 觀眾瘋了兩個小時 沒有電話聲 沒有交代聲 什麼都沒有 很集中看 我覺得真是好 香港的觀眾還可以這樣 兩個小時 去硬吃一個正劇 所謂的 即是笼動一點的分法 硬吃一個正劇 在現在這個 香港的劇集中 可能是比較少的 因為就算 很多時候正劇 都會加了很多小料 加了什麼去公開 但這部電影比較少 但也可以吸引到他們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看了兩萬觀眾的 如果沒有那些事情 你會發覺 那是在今晚他們去看 原來我要預約兩晚去硬吃 你兩個Cast 是啊 我剛才還打算 看看幾晚去看 但是我相信 我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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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觀眾去看了一個Cast 就馬上去看另一個Cast 我真的希望 我想香港說他們也很希望 是啊 因為 我們經常說 開拓觀眾 所以劇集中有很多 很多年輕的朋友 都會做了劇場 但他們很多時候看的 都會很開心 很放鬆 但是我們似乎 流失了一批觀眾 那些觀眾 流失了一批甚麼觀眾 就是真的 肯或者能夠 很安靜 用精神去看電影的觀眾 我們好像流失了那些人 是 我最想的就是 這個電影 找回那些人出來 還有 年輕的觀眾 可以 當他們看到這個戲的時候 覺得 原來不僅是喜劇 不僅是音樂劇 都可以是這麼吸引的劇場 其實主流戲劇 主流戲劇的魔力 不是可以這麼厲害 其實我是最尚重的 當然這個可能是一個 車網 但是你都嘗試做 也都做 似乎觀眾的反應 兩場觀眾的反應 都說 在頭兩場 在頭兩場 但是我不知道 打後會是怎樣的 因為通常 可能 第一、二場 是這些 所謂香港話劇團的 死硬粉絲 可能是這樣的 雖然看下去 打後會是怎樣的 是 我先試一下 我現在 跟你說不了 因為我回答不了 現在 剛剛開場 我又想早點請你們上來 但是我一定會去看 我都預料 剛才你說 現在 香港話劇團 比較少 幾位演員演的戲 很集中演的 但是我好像發覺 你和話劇團合作過幾個戲 都是 有一個特色 都是很少演員 幾位演員做的 可能是少導演 少導演 少導演 少演員 你這麼客氣 不是 大那些 等 留給他們 搞 因為大 大的 要用很多資源 我覺得 用這麼多資源 好像不太好 我選擇 小小的去做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年紀大 年紀大 年紀大 我開始覺得 是三四個人 或者也可能 因為我以前的 是新的 因為沒有錢 請了那麼多 倒開的都是三四個人的戲 但是我發覺 這個層次的東西 是容易 把戲的氣味 帶出來的 如果大盆 很多時候 靠什麼 就是靠畫面 靠氣勢 靠情節 說很厲害 但是你 在人物的心態 人少少的戲 是比較多的 時間 很科學的計 兩個小時 每個人有半個小時 時間 讓他揭露你 裡面 在想什麼 我就是 喜歡做什麼 還有我覺得 演唱團的演員 是 做得到這些 外面 不是說沒有的 因為外面 習慣了 怎樣說 一些比較輕鬆的東西 即是 即時取得效果的東西 即是外面 你所說的是 他們考慮商業的元素 比較重 是嗎 對 說的 好像很差 但是 不是商業 票房 票房 觀眾反應 是 因為他們要 手指平衡 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失落 或者什麼 他們會 有時候會遷就觀眾 是 其實 遷就觀眾這件事 跟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是 教導觀眾 和 引觀眾 去一個 比較 下前半步的事情 很多時候是 兩難各面 我最記得 我讀演藝的時候 是 Kings 教過我們演戲 你不要跟觀眾 但是 你亦都不可以 遠離觀眾 即是 我們搞一些 實驗性的 只是給行內看 你拿著觀眾 一步 半步 你就可以慢慢 帶觀眾 去你想 他們去的地方 即是 你千萬不要 觀眾想看什麼 你就給什麼 那些純粹是 show business 或者是 香港電影 你進行劇場 你當然想做多一點 是 所以我一直都是 我很相信這一套 所以很多時候 我讀的戲 都會 盡量不僅僅 顧票房 或者不僅僅想看 什麼 即使我讀很多戲劇 有很多種的戲劇 例如藝術 都會想帶多一點點 給觀眾 哈哈哈哈 就算 其實我覺得 這個組合 都蠻好的 譬如 你以前 譬如你說 薪璃可能是 人少的關係 資源少 你比較習慣了 或多些 去度一些 人少的戲 而你看到 香港話劇團的演員 其實人少的戲 自然 其實演員的分量 亦都要相當 對 你才能做到 而香港話劇團的演員 他們經常都做 他們的機會 磨煉 磨煉 亦的分量相對 可以更重 你這件事 和他們這件事 加起來 在一起的組合 亦都會拆出一些火花 譬如你度了的 一曲一 或者是藝術 都是很好的 火花是光芒的 有熱力的 這個也是 你選擇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 畫劇團的演員很厲害 因為他們有很多經驗 不斷地這樣做 而那種經驗的累積 那種沉澱 那種演員 是香港的 所謂非難事的演員 是比較難找到的 一個質感 而其實你看回外國的劇團 外國的 show business 那種演員其實是最厲害的 就是做劇鄉 最難找的演員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我記得King Sir 那時候在那裡教 都說 一個男演員 你真的不到35歲 都不可以叫自己做演員 其實是 就是廣州 然後你看回外國 是啊 當我現在看回一些 比較年輕的 他們是 但他們還在學習當中 雖然他們已經是演藝畢業 但其實他們還是很raw 他們還沒有處理到 一些所謂有劇力的戲 真的要過了30年 你開始慢慢成熟 到了35到45 這段是藍演員的黃金十年 到了45之後 你根本上已經很羞恨 你做什麼都可以 是 要有些練習 是的 但這種過程 因為演藝學院 不是很久的歷史 雖然現在數了幾十年 但正正因為演藝學院的成立 我是第二屆的 剛好有一班所謂四五十歲 而真的做了這麼多年的人 第一次 在香港第一次有一批這樣的人在 受過正統訓練 做了幾十年 十幾二十年 演了十幾二十年戲 到今時今日這班人在 這班人是香港第一次有一批這樣的人 這批人如果因為市場關係 因為其他關係而沒有做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這批人的能力是很厲害的 很大 但是有一點可惜 這批人經常都是因為要 因應市場關係 因應很多的事情 而做一些他們的能力 低他們的能力很多的事情 他們的能力絕對不止在追蹤那些事情 Waygo 我很想跟你說 多一點這方面的探討 不過剛剛今集的時間到 我們下一集繼續談下去 好 謝謝Waygo 我們下一集繼續跟Waygo聊天 再見 再見